可以看到這是一個馬達 那這個後面的散熱孔蠻多的 還有這個中心的棋片 它的造型 其實這些都會影響到大型組件的效能 那有什麼方法好簡化的呢 我們來介紹這個Defiture功能 以前在2019版本可以將這個孔 組成實體 類似像這樣 它可以補起來 對於外觀這個造型 你只能用手動的 像是用圓形再除掉 外面的除掉 然後這些再長料把它補起來 那2019新增的這個側隱融廓 它要怎麼弄呢 我們先下一步 好往下看它自動會變成群組1 那我可以選擇這三個 我這三個東西我想要把它簡化成圓柱就好了 外面這些效果啊 後面這些孔都必要了 那我加入群組 畫面中它會自己分割成第二個畫面 那你旋轉這一個 它會同步一起旋轉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這些旗片它已經都不見了 後面這些孔它也幫你補起來了 好那我接下來再加入這個馬達軸 我一樣也是圓柱 那我用加入群組 你一樣可以選擇 Alt A 也可以 那一樣加進來了 好那在上方的這個 上方的盒子 我們選擇它 因為它是方形的嘛 那我們簡化方法 我們就選擇邊界方塊 加入群組 一樣它就會加上來了 那我們轉轉看 因為我們還少了這兩個馬達座 好我選擇它 往下 往下 那我們可以選擇這個 緊靠密合 融廓線 就是比較複雜的外形 那它會選擇說你的主要的 這個面的方位是什麼 我選擇說我這個斜面要保留著 然後 使用多個方向 然後加入群組 一樣它就會長出來 那我放大一點看 其實可以看到說 嗯好像其實沒有什麼差 它反而這邊多了讓你 這邊凸起來的 好沒關係我們可以先 就先暫時這樣子 再來加入另外一隻腳 那我們可以試著說 我們選擇另外一種簡化方法 我們選擇 就是我不要做任何更改 保持原有的項目 外形 那我一樣加入群組 好它就一模一樣 那可以旋轉 這個模型就很快的 就可以幫你做簡化完了 好那我選擇下一步 它會問你說你還不知道 可以連存新的零件 那我要連結到這個組合鍵的檔案 好我選擇確定 那我存檔 各位可以看見說我們剛剛的群組 它會幫你這樣子用資料夾 區分 那你展開它的話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個群組當初是只有點選這個軸 那這個群組是有這三個 第五個是只有這個腳 這樣這就是2019測移0輪廓的功能 在走的五個是天哪 也是有這種軸,右上字 為他帶我們參與 我們會使用兩者 很適合 大家